今天的抗炎饮食家B5000段时进行到一半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体重从172斤减到155斤 腰围缩小了7公分 体脂从40%降到30% 哈喽大家好 我是瘦克山金历史教会更多中国人学会健康减肥的特贵 很多人会觉得40岁以上减减减变得非常的艰难 但是在我服务学员那么多年40岁以上的用户 其实他减减减是最容易成功的 因为他们成熟度高阅历丰富 话说来很多这种中党人朋友 越减越肥越努力越挫折 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都在减减减这个坑里面不停的打转 就因为你这个减脂方向思路错了 吃错了 而且还吃的特别多 那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最近服务这一对鱼的减脂学员 他是40岁 1米7的一个身高 172的一个体重 那过去十几年他几乎都在减减减 从120减到130 然后又从130呢 又到1172 那现在早的我是因为整个体验报告 各种各样的红质已经完全击溃了他 他很想减脂成空 拿回健康 但一听到这个减肥两个字 满心都是焦虑 所以他这是破语无赖 一定要减肥成功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他一定会百分百成功 为什么 他在这一个月跟着我减减减的时候 他很有决心 从之前执着于这种弱量的多少 关注他抗发炎的体质是否转变 我知道他这一次一定是可以的 而且他的目标是湿指尖 现在已经减了快有一半了 那我今天就跟你分享一下 如何从饮食和心态上做出优化和改变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跟所有减减减的人都一样 他总觉得食物就是导致他根本的一个源头 所以他在白天稍微多吃一点 上体重又胖了一点 他整个人就特别容易陷在一种焦虑 抑郁的情绪里面 他披止唇一直都出现一个高位 这种技术会让他的减肥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我每天会增加5到10分钟的 用呼吸冥想的练习 来平衡压力披止唇的一个分泌 比如说着火呼吸 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蛇指呼吸 别小看了这不起眼的一个方法 但是他对平衡压力非常有帮助 第二个就是说打造抗盘体质 我之前有很多视频都讲过 你不要去关注你今天吃了多少 也不要过得关注你吃了多少大卡热量 我们的精力就像手机电池一样非常有限 这几个因素都不是减脂的决定因素 决定你胖色的关键 一句话说清就是新生代谢缓慢 本质是你的体内淤堵 体液粘稠 脏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宝贵的精力 放在饮食营养上来提升新生代谢 怎么来提升呢 一定要关注每天这个营养密度 是否达标 包括是咱们的蔬菜汁 每天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蔬菜 优质的一个脂肪 优质的蛋白 甚至说每天的河水量 有没有达到这个身体 抗发炎一个标准 那么这一轮下来 他也就发现了自己吃的食物 之前对代谢没啥帮助 甚至是在扯后腿 这跟他一团糟的一个生活习惯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比如说长期熬夜吃外卖 这个时候 他这一个身体免疫力 肯定是非常非常低下的 再比如说我们身体50%的那种健康免疫力 和100%的健康免疫力 这个状态下减肥效率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还调整呢 第一个就是说 每天该泡脚泡脚 再好好睡觉 也不要去着急去改了一些坏习惯 你先去建立一个新的好习惯 比如说你把这一个时间呢 从两点钟调整到一点 那现在呢 他的睡眠呢 质量是很好很稳定的 这时候他的体重啊 你跟着一起啊 下降 很稳定啊 平均就是一星期掉秤啊 两到三斤啊 第二个改变就是通过去改善 他一日三餐的一个饮食营养 优化他的睡眠 优化他的一个生活作息 好 第三点呢 就是说 用更好的食物 去替代他之前那些出演的食物啊 因为这整整一个月啊 他过了好几个生日啊 几乎有一半时间都是在外面聚餐的 但聚餐没有错啊 我们人减肥呢 不要说因为我去一次餐呢 就破功了啊 就破罐子破摔 不是的 我们人一辈子会有无数次的聚餐 关键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聚餐 怎么用更好的食物 去替代那些个出演的食物 那这个过程中改变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以前特别爱吃那些高油高糖 特别馋那些食物 这些东西呢 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越吃越馋 就是说 让你又停不下来那种欲望 这种情况一定要搞清楚啊 这些食物虽然好吃 但是让你的健康已经受到威胁 你不单纯是为了健康 所以你不单纯是为了减翘那些个肥肉 更主要是为了健康 所以啊 他现在就会用更好的 更优质的这种抗反应的食物 去替换之前那些个出演的食物 这么给他配备的 第一个就是蔬菜汁啊 蔬菜汁 它是一种富含生命力的维生素 矿物质 它可以滋养我们的脾胃和气血 提高代谢 之后呢 会用更好更优质的一个蛋白 像这种山文鱼啊 包括这种优质的碳水啊 紫薯芋头啊 糙米啊 去替代他之前吃的这种米面糖啊 对吧 精炼种子油啊 各种科技的这种减脂产品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身体是舒服的放松的 这个状态下 还是减减减减 最重要的一个 毕竟你一直痛苦啊 你根本就没办法坚持啊 我们的常态的话 是一种身心轻松愉快的状态 这才是减减的 减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再就是说 很多人 因为在外面呢 吃了一顿 然后可能长了三四斤的肉啊 就特别的着急 特别的焦虑 让他也为这个事发出了好久 抑郁了好久 那么 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咱们胆时间呢 长这个脂肪 它没有立马去恒这个脂肪 它所以是一种水肿 比如说我们食物里面的水啊 残渣啊 瘀啊 堵啊 在这个肠道上面 那这个时候你不必担心啊 这个时候我就会带家去做一些清断食和清肠 一般就两三天都掉了啊 把这食物残渣给清理了 很多人 他把这个清断食跟结石啊 他就混到一起去了 故意的去扫吃 那我前面掌握太多的视频 这里就不追溯 可以看前面的 一个月下来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在今天最后呢 我还是要做一个 尖尖尖好物的推荐啊 就是说这个人和的酸枣仁弗林百合 氨基丁酸片 这个东西 它是优化睡眠的 氨基丁酸这个东西 它不是要 是我们哺乳动物 神经地质里面 原本就有个东西 那你晚上睡觉 前半小时吃两瓢就行了 如果有午睡的习惯呢 睡前半小时吃一粒就行了 那睡眠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睡眠呢 它也是可以优化的 除了这个以外 晚上睡觉前呢 半小时不要去看手机啊 把温度啊 调低一点 电脑呢 关掉 WiFi关掉 然后呢 睡前呢 洗个脚啊 泡个澡 把乱七八糟的光呢 控制一下 那我都出过好几个视频 讲睡眠这个事 那你把它优化好了 你减肥肯定是成功的 优化不好 你这减肥啊 困暖重重 如果说你这个睡眠不好 你反而瘦了 那我给你个唯一建议啊 尽快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呢 在我橱窗里面是有的 橱窗的话 就是我 橱窗家 不是我的店 我在哪买的东西 我把它放进去 你能在里面买 就不会买错 那么进入的方法呢 听我说一次 就说一次啊 点我的头像 或者名字 点一下 进不去多点几下 然后见到我的主页 眼睛呢 往下看 有一横牌啊 有视频合集专栏这些 往左边滑一下 一个橱窗 然后你再往左边滑一下 就能看到最左边的橱窗 点进去啊 在里面找到它就行了 同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 吃的喝的都有 都是我平时会买的 像我们贵粉呢 简简简啊 都会用的到上 像这个菊粉呢 伊生菌呢 啊 原汁机啊 这些都是优化肠道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那 跟简简简 刮钩最大的东西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那也祝大家啊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早日或者享受的身材 拜拜